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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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医药学家 我们的徐爱婷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老健男人 也是我们大家好朋友田家伦 五哥各位 大家好 还有就是我们永远的嘻哈唱跳偶像 彭彭姐 也欢迎我们的健身美女Doris 谢谢 不好意思 听讲 我们今天好像现场怎么有多一个这个 彈跳床 这也是一般常见的器材 是 是 那我们一个原则就是 运动不要运动伤害 就是科技一直在眼镜中 可是以前的很好的东西 我们知道跳绳 跳绳是蛮好的这种 因为震动以后 我们的全身裡面的五脏六腑都在动 是 这是很好的 只是我们必须要 你现在我们就看到她要承受 一直往上跳 对 现在我们的美女跳的时候 她就有点比较疲惫地跳了 大家可能也觉得跳得越来越慢 跳来越来越慢 要比较跳 我们不要再折磨她了 她的那个脚 来 因为 关节 脚踝 膝盖 都必须要承受上去 下来的时候那种重力 每一次冲击對不對 对 是体重的两倍 DORUS应该还蛮 我方便其教你几公斤吗 44 44公斤 算是非常轻 但她的膝盖再一跳下来的时候 是承受88公斤的壮子力 你刚才跳的感觉怎么样 我看你自己知道要越 你越跳越慢 对 而且脚踝还有脚板 承受力其实都蛮重的 脚踝这边吗 蛮酸的 对 脚踝跟脚板都有 所以脚板也会对不对 对 稍微 因为跳绳会垫脚尖 看你喘得还蛮厲害的 真的很喘 这个院长 其实虽然是跳绳一个运动 这个还有 中间还有蛮多学问在里面 是 是 因为轻一把而动全身 你在动的时候 所有的末梢深层肌肉群 都要血液到 这时候心脏就开始强力要做工 所以为什么会喘 就是这个 心脏强力做工的时候 你想想我们心肌 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 是 他都没有休息过 那你在给他压力的时候 不见得会健康 我知道他很好 但是我不敢跳 是 我跳的话可能会 可能会脸色苍白 我们第一个 不能够有伤害 因为每个人年纪不一样 有很多我们在座的年纪 比较长的朋友们 十五岁二十岁年轻人 可以做运动 你不要轻易地去尝试 接下来是这个弹跳床 还是要请我们Doris来帮我们 但是你一定要小心安全 这个也是在弹跳 而且它有缓冲 就不会直接接受到地面 它的基质 就是抗地心的基质 没有那么大 这边 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有缓冲的作用 可是如果说你叫一些老人家 他平衡不好 他在悬空跳上来的时候 小小的空间可能会跌倒 跌倒我们不乐见的 跌倒的是我们讲说 在医院里面有个口号 叫做保密防跌 保密防跌 跌倒是失能的开始 那为了避免危险 没关系 Doris 来 那这种高度 是属于这种青年人在玩 跳的感觉怎么样 我发现双脚受力 比较不均匀 这样子 所以双脚受力比较不均匀 然后有时候会很怕跳到外面 去 如果跳久了一步注意 可能会担心跳到外面去 对 对 我觉得那种心理上面压力 连我在 我靠它比较近 我心理压力很大 我很怕的 不是完全整个人跳出去 你整个人跳出去 也就算 怕就是一只脚出去了 另外一只脚没有出去 那你整个人就 那你一定玩过 你才知道 对 以前拍戏的时候有玩过 也有玩过的时候 那时候还好 那就叫挂网 你知道吗 而且那个时候还好脚踝没断掉 因为我们真的有看过有同仁 他就是要玩 人家休息的时候 他就要一直跳 你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而且你有点年纪 你在那边跳 你觉得运动很开心 等到那一剎那时候 我们去看他的时候 只听到一声闷闷的 那一声嗑真是很可怕 真的看他三个月 这个右脚踝 三个月 都打得石膏 因为什么他右脚摔到外面 整个脚就 这样子变成九十度了 你说你还没运动到 然后先把这一脚踝给弄断了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不是 专业的选手 运动员 这方面行家的话 有些事情 你不要轻易地尝试 那我们现在就要请教一下 王院长 什么才叫做安全的律动 是 因为我们能够在神经细胞 我们的感受器 能够放松到极大化 还能够动 那就不简单了 所以现在就是科技的可爱 是 我记得在一九八四年 有一个鬼才医生 叫Dr.Fryce 他提了一篇理论叫做疾病压缩理论 疾病压缩理论 他就讲 藉由環境生活科技的辅助 来延后慢性病发生的时间 那这个项目 从鼓硬度的提升以后 慢慢地进入到肌肉 关节 神经传导消化 还有心肺功能 还有脑部的传导都被研究了 一直用在这个一般的使用者 大家传得很快 觉得很好 而且这些长辈们 他觉得律动可以让他提升的能力 愿意外出 也睡得着觉 而且也觉得好像心情也比较好 这个东西就是高科技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汉子 这个台湾之光 这个是台湾之光 台湾之光 因为同样会动的 一只眼镜 这一百年一直眼镜 那你要比较像震动的 我们请一下佳伦来吧 你是我们的保健达人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完完全全的责任 没有问题 所以我刚一直强调 定数 定平跟定伏 像这个是传统 我们看得到一个 这个是传统的 这个是传统的 感受不到 我们现在在抖了 对不对 不要掉下来 这不要掉下来 你仔细看 它会怎么样 你知道吗 它会乱动 你有没有麻烦 它就掉下来的 对不对 真的叫我掉下来 它就真的掉下来的 它有定数 它有定平 但它没有定伏 所以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 如果你想像你的骨骼 这样一直左右晃动怎么办呢 来 我现在按一下 每一秒钟四到十三下 依照个人的不同 那我会建议 如果说是长辈的话 你慢慢地从第一阶 它一共有七段的变化 整个七段就对了 对 那从一到七 那我们从一开始 让身体慢慢地适应 这样子才是叫做安全 有没有 不要觉得我的水好像有做假 我换过来是一样 我换过来是一样的 你看 你看 有没有 骨骼到处乱跑 骨骼到处乱跑 它对人体是不好 对啊 有的会终身残肺 但你看这个 但这台其实很稳定 对 非常的稳定 纵使我把它开到最 这个再大一点点 对 你开大一点的速度 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它真的开得比较大 但是非常稳定的 你看那个水波就知道了 有没有 这个就是所谓的定速 定平 定伏 但这个你看到没有 它就一直在跑 其实非常的危险 相对运动伤害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但这个你就不用担心 它很稳定 像我刚才看这个蓝色这一瓶这边 我觉得还蛮规律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选择 一个正确的 适合的 不会伤害到自己的一个垂直律动仪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王院长 所以它有十八项的专利 很厉害 通过全球十八项专利证书 台湾激光 它还有 它专利这个振动方面 它怎么样去振动 它都有临床上的 被规范的一些面向 还有参数 都一定要被规范住 才能够做实验 这是美国的 这是日本的 这是日本的 还有这个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专利证书 那另外一个就是发明出来的 发明专利 这个专利是等于什么 它可以模拟有练气功 是 这些也都专利 这个有很多专利 是 而且这边有十八项的专利证书 再次给大家看看 什么叫台湾之光 这个就是台湾之光 我觉得我们大家要 我们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再请一下 我们Doris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好 来 因为它是我们比较年轻 所以我们的幅度 可以稍微大一点 我按到5的这个速度 你看他在抖动的时候 他虽然说我们从脚抖上来 对不对 但是你看我们的肌肉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全身 他都有在运动 我们现在很多的长辈 肌耐力没那么好 我们要先把肌耐力养出来 很多的老人家不能走或不爱走或走不动 那其实透过这样的简单的抖动的方式 你会发现 他是全身性的在垂直的律动 而且非常稳定的 那这个状况之下 你也不要小看他 十五分钟 我们平均大概每秒钟 是四到十三下的震动 你这样想 我们就讲最慢的四下 一秒钟四下 也就是一分钟是两百四十下 刚刚他跳绳 我看他跳了一分钟大概五十下 但是他跳绳两百四十下 你看但他没那么喘 可是我想十五分钟 他待会汗流加倍 而且不要说年轻 我们是测试过说大概七十岁的长辈 用一就是最弱的情况下 站在上面十五分钟 是安全的 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现在可以讲话 只是会有抖音 这是真的抖音 对 我觉得全身肌肉都很放松 而且不像跳绳会很喘 然后脚踝的压力很大 或是脚板压力很大 你现在脚踝会很难过吗 因为跳绳跟跳弹跳的时候 会觉得每一下都是重疾 对 而且不像弹跳船 我会担心跳出去 它是很稳的 是 对 我不用担心 不会左晃右晃吧 对 不会左晃右晃 它是很稳定的上下垂直的动物 对 因为一个成年人站上去 最怕就是如果左晃右晃 危险 跳出去的话就会 所以你现在是OK的 对 很OK 很稳 那你后面这边 因为很多长者是这一块 会觉得不舒服 就是接近臀部这个尾对这边 为什么 因为他被左右晃 很多的长辈上去左右晃 酸还不打紧 有一些我们临床 实际发现的是 他在左右晃的过程之中会晕 晕 站不住 站不住就跌倒 可是这个是完全不会有晕的感觉 我想请一位 稍微年纪只有大他一 两岁的 資深美少女 也是美女 是 来 我觉得 你看 他这样直接走下来很安全 对 他很安全 他无意间的一个动作 其实我们看到 一般来讲我们譬如说 什么在动手我们要下来 还要晃一下 資深美少女 对 飞往 这个很安全 Doris把你试过了 在家里穿拖鞋或打赤脚 或穿个运动鞋都OK 然后你脚跟肩膀同宽 OK 脚跟肩膀同宽 OK 因为是資深美少女 我先从1开始 對 先从1 1 循序渐进 我先看我承受得住 對 OK 好 来 1 1 1 沒什么感觉 是 來 3 我试试看好了 好 来 真的是年轻人 有在脸 有在脸 真的有在脸 这个很 不舒服 对 好 舒服 那可以再多一階吗 再多一点 我看 更舒服 真的很舒服 好像我们这样子去做 运动 如果倒是有一些长辈 他一开始手会有点麻麻的 为什么 因为他平常的末梢 没有再动了 他这样抖一抖之后 通了 通了就会麻 都可以通到末梢 那就表示你全身都通了 对 因为末梢就是国境最知难 对 没错 就等于是我这条高速公路 已经通到了 墩丁的海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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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 是 再来一下吧 那你就跟Doris一样了 那我现在就要6了 哥 好棒 真的就好像我们去运动一样 你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年轻人不要逞强 不 我资深的美女 那既然都已经 那既然都已经到6了 最高等级 7 好 我看看 来 太湿了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已经到7了 给朋友姐掌声鼓励一下 我还可以运动 真的 真的好棒 我告诉你 刚开始的时候 一上去第三的时候 我这个耳朵 有点 好痒喔 好像要去摳他这样子 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耳朵也是我们的最末梢 很多的长辈都说 小时候要戳耳朵嘛 对 对 这就是有帮你戳耳朵的感觉 所以如果说你的手指啊 耳朵啦 或甚至有一些大腿的内侧 内侧 脚底 会有麻麻的或痒痒的 就代表什么 那个就是通到你的最末梢了 那是一件好事 是 是 有些长者 他 对 然后我们现在就好像把他 腳放在上面 好 真的家里不良于行的长辈 是 大概先从一到三 慢慢先试一次 是 律动鱼 帮助你慢慢地恢复 很多事情甚至要跟观众朋友 報告 不要贪快 尽可慢慢地好 不要快快地坏 對 沒錯 來 我們謝謝蓬蓬姐 謝謝 謝謝 如果會覺得麻 我要恭喜你 有 因為我們的末梢 這個血管 是 從我們心臟壓縮出來的血液 經過動脈 經過靜脈 經過微血管回 這樣送到你這個末梢 你看 不容易 是啊 所以我跟蓬蓬姐 你是個健康寶寶 你還覺得麻 那表示你的血管 還是滿年輕的 真的 因為日本現在知道 末梢血管如果太多 幽靈血管 就表示那個血管 比較沒有血液到 叫幽靈血管 你就開始退化 恐有血管沒有循環 對 它沒有循環 它沒有血液到 所以我們年輕那麼可愛 蹦蹦跳跳的 幾天沒有睡都沒有關係 還有上山下海都沒有 可是到了中老年過後 就開始不太愛動 就是因為血液沒有送到我們末梢 所以你震動以後會覺得癢癢的 你感覺出來的 對 你的這些組織的生肌 就開始活了 所以說我個人覺得 這個好像有一種氣功的概念 有 全身的氣息 主持人講得相當的對 因為它也是模擬氣功的概念 去製造這個 然後用科技來幫助你 要運動到你的血流 足夠去衝擊到這些微血管 其實不容易 尤其是對長輩來講 你要運動到這個程度 其實是非常不可能的 因為年紀本身就有一點了 對 但是為什麼震動就可以呢 我們舉幾個例子 像我們一般坐太久了 腳麻 或者是我五歲的時候 我睡起來就手麻 手麻 對 你麻 腳麻也好 或上廁所太久 腳麻都好 請問你怎麼舒緩 就 頂多就是甩一甩 甩一甩 抖抖腿 抖抖腿 還有拍一拍嘛 是 對 那為什麼是拍一拍 不是垂一垂 拍一拍是震動 震動 你甩一摔也是靠震動 是 那效果會比你垂一垂來得更直接 而且震動上 有很棒的工程師 很棒的佛心來著的科學家 把這個東西發明出來了 然後讓我們大家 都可以來使用 因為我一直覺得末梢 是人體最遠的地方 一旦你末梢通了 你全身都通了 現在對於那些痠痛 或者是腸胃障礙 甚至於現在在研究在內分泌 它的分泌讓我們不老 是 男女到了更年期以後 這些荷爾蒙分泌 好像都靠藥物也不是很理想 那當然 但是靠震動 所以醫生都要你去運動 但是運動 假如是一個很到位的哪一種運動好 沒辦法講出一個很具體的 對 你要具體一點就是 我們能夠放鬆 又能夠動 沒有增加心臟的負荷 又全身的血脈都通的 那只有類似 氣功的原理的震動最好 那通的時候 然後腳也可以睡得好 情緒也可以好 所以其實很多的長輩在家裡 最常就是什麼 客廳 臥室 客廳 哪裡都不動 然後你問他 我們出來走走好嗎 沒有 走不動 要不然就是這樣 好不容易把他拐出去 他說沒關係 我在車上等你 你們出去玩就好 在車上就好 然後發現有這樣子的老人家 他一定氣色是不好 然後接著下來他會說 情緒會不好 因為他會覺得了無生趣 很多長輩其實在家裡 久了不動會引發什麼 憂鬱症 所以我們就讓他 平常在家裡 就是動 動了之後他有肌耐力 他有體力 他有快樂 因為分泌的多巴胺 就是你會快樂 快樂之後你帶他出去 吸給老老人 他說要活就要動的 原理就在這個地方 長輩越不動 他的心情越不好 心情越不好 他就越來越痠 然後看很多事情 都不開心不順眼 慢慢他就會懷疑 他存在的必要 對 一旦出現厭世感的時候 其實你很多事情 你跟他講都講不通的 對 因為他年紀又大 所以一剛開始 一定要把握時間 一剛開始 就要讓年紀長的朋友 年長朋友趕快動 然後安全的動 舒服的動 可以讓他的身體 整個慢慢恢復 真的還是那句老話 不要著急 我們大概是前四個禮拜 你早晚各站一次就好了 前四個禮拜早晚各站一次 對 讓我們的細胞的一些感受 認識這個頻率以後 第五個禮拜 你要坐幾十多隨便 很多長輩其實不好睡 其實我們有發現就是說 這個邊他會增加 他深層睡眠的時間 現在我要幫女性問一下 愛美的女生 一定會要一個地方 那這是什麼地方 除了臉之外 他想要加強我們的核心性 讓這一小腹上面 充滿了各種線 馬甲線 什麼線 那個鯊魚線 佳倫這樣子有辦法嗎 這我專科的 只要有美女我專門的 我請我們Doris來示範 就是示範一下叫 單腳踢腿的這個動作 這個很簡單 你大概因為他比較年輕 我們一樣用舞來開始做 用舞起跳 對 用舞起跳 然後記得第一個的部分 就是手要先扶好 因為你是坐在下面 是 扶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腳 就把它慢慢抬起來 然後這個動作 然後抬的時候 吸氣大概五秒 然後吐氣的時候 把它放下來 然後左右腳輪流 然後你可以看 Doris我們雖然在抬腳的動作 對不對 你看他的腹肌 是不是一直在動 他一邊抬腳 而且不用多 這只要做五分鐘 他不用做四十五分鐘 一個小時那樣的嗎 不用啊 就是這個地方 重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一直在震動 一直在震動 你大概五先適應個 一個禮拜之後 調到七 你可以看那個震動 有沒有 一分鐘七百八十下 感覺怎麼樣 很舒服 全身肌肉都很放鬆 一直動 你好動 有到腹部核心嗎 有到核心地方 有有有有 全身都有 是 對 你看喔 這樣抖的過程之中 一邊幫你在做律動的時候 而且這個動作 真的不用做多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慢慢的做 慢慢的做 大概一個月 你會發現 這個不一定 一個月線條不會出來 那當然 但是呢 褲子一定會變鬆 運動儀放在家裡的好處 就是可以幫我們 創造出運動的時間 那你創造出運動的時間 有運動就創造了健康 大腿內側 馬鞍肉 會幾乎運動不到 可是在這個抖動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連大腿的內側 都會在抖動 然後你會發現 很多女孩子 雖然瘦 可是她腿大腿會一直摩擦 你會發現不舒服 這個的話你會發現 那個大腿跟大腿 不會在走路的時候 一直摩擦 我認為 已經辛苦了大半輩子 現在要讓自己過得舒服一點 過得輕鬆一點 就像這個律動儀一樣 對 它先讓你放鬆 讓你放鬆之後 慢慢地回復你的體力 然後慢慢你體力回復之後 你心情就好 心情好了之後 我看什麼事情都是正面 我看誰都是瞬眼了 我瞬間覺得 這個世界是彩色的 它不再像是之前黑白的 你有這個想法 我恭喜你 為什麼 因為你慢慢變年輕了 而且你的人生會 越來越好 因為運動這件事情 可以讓人變快樂 可是你說我們要運動 很多的長輩 又會遇到一個問題 太熱了 像最近梅雨季 熱了 還有甚至我們都講說 就算是天氣好 之前有一個新聞 一個阿嬤去運動 嘟到一個孫子 擱他的脖子 安全的問題 我想我們做子女的 也不希望自己的家人 因為去運動 還有遇到什麼酒駕的 那種最討厭的 清晨出去慢跑的時候 嘟到孫子 對啊 嘟到喝酒 那怎麼辦 但是還是要動 那就在家裡 我們幫你動 其實用律動儀去幫你動 動了就會有健康 有活動活動 要活要動 那我們一直在動的過程之中 有安全 一邊看電視 看新聞看股票 甚至聊天 你這樣子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下來 全家都快樂 因為你動了 你的精神來了 像你分泌多巴胺 就是像腦內飛 腦內飛就是一個 讓人快樂的全員的 一個重要的青春的激素 那這個分泌之後 你人就會快樂 快樂全家都快樂 真的很忙 或者是出外運動 有風險的話 就像垂直律動儀 來幫助你去做運動 而且全身上下 都可以受用無窮 簡簡單單一句話 如果你現在 連動都不動的話 我很害怕 將來你想動 都動不了 對 很多人追劇 這新聞都有講 因為追劇中風的 因為在網咖 打到最後中風的 有 打麻將打到中風的 聽大山原 沒有摸到先中風 對 這就是為什麼 這就是因為你不動 沒錯 不管任何的運動 安全是最重要 今天介紹給您這個 全球最紅的一個抽獎 垂直律動運動 希望對您是有些幫助 當然 你對我們節目有任何疑問 都歡迎打電話 給我們的諮詢專線 我們會非常地熱情為您服務 再次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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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